在传统市场写春联还有摇滚乐可以听 花林县美术协会和慈恩国际艺术村合作举办了新春暴喜春联赠送活动 7号上午是在建国路二段和民意一街交叉口的三角市场内 邀请到书法老师们在摊位上挥毫 也提供乡亲和摊商来索取 而一旁呢 西方后现代摇滚乐的现场演出 也为活动的视觉和听觉带来很不一样的过节感受 由花联文化局主办花联县美术协会与慈恩国际艺术村协办的新春暴喜春联赠送活动 7日上午在建国路二段与民意一街交叉口的三角市场内举行 花联美术协会邀请多位的书法老师现场挥毫 吸引不少商亲和摊商采买贩卖的同时一起索取刚出炉的春联 希望我们这些艺文界改天多一点的思考 怎么样能够让它往下扎根 往下扎根 那我们从这个传统的地缘地区地方 我们来先做起 那可能就是改天的话 美术协会也会做一些所谓的计划 一直可能可以把它延伸到一些所谓的我们的这些乡镇器 乡镇器 这个是我大概今天给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受 值得说我们应该要去做这一部分 为了响应活动 慈恩艺术村也邀请朱春南美洲打击乐手 以及在地花莲吉他手带来西方后生代摇滚乐 我们就是也响应这个花莲美术协会 还有文化局的这个在这个我们市场 赠送春联的活动 所以我们也特别邀请这个我们慈恩艺术村的 祝村艺术家来现场演奏 来为我们这个过年的气氛呢 增添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乐趣 那感谢这个理事长来筹划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然后将那么好的一个春联呢 还有我们传统中华文化的元素 回馈给我们的乡亲 美术协会理事长表示 有别以往首次尝试把写春联的艺术 生活化的带入社区 融入传统市场 而配合慈恩艺术村驻村艺术家 演奏的后现代摇滚乐 更为传统的写春联活动 注入不一样的活力和氛围 记者讲帮演截然相报导